坦克自从问世以来就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印度由于不具备强大的军事研发能力 所以武器大部分都需要从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英国以及韩国来进行购买 而在陆军方面 印度军队则装备了很多T-90S坦克和T-72坦克 以及少量的百夫长坦克 其中印度国产的阿雄坦克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本期就来为您揭秘这款印度花费207亿美元研发的主战坦克 阿雄坦克 该坦克的乘坐人员为4人 整车全重为58.5吨 功率为17.61千瓦每吨 压力为0.082兆帕 整车全长10.194米 全宽为3.874米 车高3.32米 最大公路速度72公里每小时 越野速度4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450千米 油枪容积为1610升 过垂直强高为0.8米 越豪宽为2.43米 最大爬坡度为38度 最大侧倾坡度为22度 德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非常强大 就是因为拥有庞大的坦克战队 其震撼全世界的闪电战 也必须有坦克的携战才行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即使反坦克武器已经越来越先进 但坦克依旧是陆军最为重要的武器装备 为了提高陆军的作战能力 世界各国一直都致力于研制出性能更先进的主战坦克 野心勃勃的印度自然也不敢落后 也加入了研制坦克的大军 只是高投入的印度似乎并未取得想要的成绩 印度作为一个在各个领域都频繁闹出笑话的国家 在坦克的研制上也是同样如此 印度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 不但不努力发展自身军事能力 反而多次发动战争 据统计 印度在宣布独立之后 几乎把其周边国家都打了个遍 在印巴对峙期间 印度打听到美国可能会向巴基斯坦 援助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之后 便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为了预防在未来的对抗中 军事上所处的劣势 印度军方便制定了研制阿穷主战坦克的计划 然而这个用来预防敌军的计划 不仅没有起到军事上的发展作用 反而严重阻碍了印度陆军自己的军事发展 这款总共耗费了印度207亿美元的坦克 也算得上是世界坦克史上的一个传奇了 倒不是说阿穷坦克性能如何出色 而是因为该坦克的研制时间长达30年 创下了世界坦克研制时长之最 更厉害的是 30年的研制最后换来的居然是一款满身缺陷的 甚至被印度陆军都厌恶的主战坦克 印度早在1974年就开始了阿穷坦克的研发计划 当时这个研制计划被称为印度爆 提出的要求是其性能要全面碾压 德国当时正在研制的爆二主战坦克 这个要求在现在看来无疑是个国际笑话 同时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 也就注定了阿穷坦克悲剧的一生 阿穷坦克是印度与德国美国联合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 外观上与德国爆二主战坦克的早期型号非常的相似 炮塔设计为焊接式巨型炮塔 采用一门120毫米火炮 不过这门120毫米火炮 并非爆二坦克的原装炮 而是印度参照爆二坦克仿造出来的 由于印度人糟糕的军工状态 其仿制的120毫米火炮弹鸦和密封性完全没有德国原产的120毫米火炮性能好 并且该火炮只能采用分装式炮弹 印度糟糕的研发能力更是拖延了这辆坦克的诞生 从1974年开始研制 直到2004年才正式生产 前后浪费了整整30年的光景 说起来也是可怜 印度陆军其实早就对阿穷坦克失望透顶了 曾一度提出放弃这个项目 但是印度政府却认为 既然已经在阿穷坦克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那就要完成这个计划 印度军方为此 甚至还专门请来了研制爆二坦克的 德国克劳斯马菲公司提供技术协助 不过显然德国公司也扶不起阿穷坦克 在折腾了30年之后 印度终于在2004年开始正式生产阿穷坦克 不过印度陆军对这辆恶心力血的杰作并不买账 该坦克在研制成功后 路动百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陆军自然是不太会想装备这款一身问题的主战坦克了 但是该坦克毕竟是印度的亲儿子 在政府的压力下 印度陆军还是被自愿地采购了124辆阿穷主战坦克 甚至在购买了100辆之后便被叫停整改 但即便是经历了各方面的改进 印度军方依旧对阿穷坦克不满意 目前印度陆军列装的124辆阿穷坦克已经被停止使用 阿穷坦克虽然是印度自行研制 但是该坦克却采用了很多其他国家生产的组件 其动力系统使用的是德国MTU公司的柴油机和ZF公司的传动装置 火控系统虽然是由印度巴特拉电子公司研制的 简单来说就是多国火控设备的整合 关键是整合的效果还极为差劲 在使用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故障 印度阿穷坦克是世界上单价最贵的坦克 可功能方面却保贬不一 阿穷坦克配备的高射机枪需要装填手在坦克车外操作 该坦克不可以同时进行操作高射机枪与装填炮弹 糟糕的设计让坦克驾驶员在开窗驾驶时 炮塔转动会碰撞到驾驶员的头部 坦克火炮在指向正前方向时驾驶员就无法出入驾驶舱 阿穷坦克虽然看起来很先进 可坦克炮塔结构非常的不合理 很容易造成卡弹现象 除此之外 该坦克在装填炮弹时 火炮必须要调整到一定的阳角 否则无法装填炮弹 甚至炮管在开炮时还可能会出现炸糖等致命问题 尤其是在沙漠地区 阿穷坦克还会因为地面过热 发生掉零件等严重故障 除了炮塔仅能提供三发带发射弹外 该坦克的装填速度也是奇漫无比 装载一发射弹最少需要15秒钟时间 阿穷坦克的种种缺点让印度陆军自己都嫌弃 总而言之 自1974年来 阿穷坦克项目开始以来 各类问题的修改 以及研发资金的追加就从来没有停过 30年的研发 最终造出来的竟然是一个难以满足作战需求 价格还非常昂贵的主战坦克 直接让印度军工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就连印度自己的军队都更倾向于选择T72和T90 而不是他们所谓的阿穷主战坦克 阿穷坦克在发动机 主炮乃至装甲防护方面 都无法满足印度陆军的基本作战需求 而且58吨的车重 也让印度国内大部分桥梁不堪承受 项目成本也从1974年的350万美元增加到30亿美元 坦克车体超重 射击瞄准精度差 动力装置故障多 弹药装填慢等问题 始终困扰着印度军方 阿穷主战坦克研制历程表明 从最初定立射击目标到具体研制试验过程 印度决策层出现了太多的重大失误 首先是印度忽略了本国落后的工业科技基础 盲目地去追求世界顶尖性能 其次是研发过程中缺乏灵活处置的能力 既强调国产又大量引进国外设备 最后造成的是阿穷坦克不仅价格高昂 而且性能难以真正达到要求 归根结底 这是印度大跃进式国防思想的必然产物 不且实际地追求武器高性能 最后只能是自讨苦吃 但是印度军方显然也没有灰心 针对阿穷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后 推出了阿穷MK2主战坦克 不过其表现依然令人堪忧 也不知道何时阿穷才能成为 印度陆军真正的主力坦克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您还了解哪些武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